這個時候我沒有辦法出來了 迷思在裡面的 有沒有 這時候怎麼辦呢 所以這時候你要記一個指令 叫做什麼呢 忘記了 所以如果你如果那個指令你忘記的話 可能你就直接就是怎麼辦 可能就要把檔案關閉重開 這裡的話特別注意一下 就那個指令我上禮拜講就是 那個指令叫ps ps 你輸入一個ps之後的話 enter 這個ps實際上就是 回到配置的空間 ps enter enter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注意看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 這個地方有沒有出現了 表示說我現在往前推 他就會 對 往前推有沒有 往後拉 回來了有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不小心 迷思到裡面去之後的話 記得要 輸入那個ps的指令 ps指令的話 哇 我也在找找找看 有沒有 如果被指令的話 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對應的那個按鈕 這個再找找看 那上禮拜主要呢 我們是了解 配置裡面 跟四部之間的配合 四部之間的配合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 其他有關於那個出圖 與P是出圖的相關的這個例子 那等一下的話呢 請同學 在那個網路上的方鈴 網路上的方鈴 開啟網路上的方鈴 檢視工作群組電腦 找到第一台了 我平常方已經分享這裡 就有一個範例 出圖與P是出圖發布 這地方有幾個範例 那等一下呢 我們利用這個範例呢 再來進一步講解 有關於那個出圖的相關的設定 還有一些細部的這些 其他的功能說明 來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